中國大陸有一瓶醬油 非常非常的厲害 全世界年產高達了45億瓶 平均每一個家庭裡面 總共會用到三瓶 他們家的出產的一些調味料 好 這家公司非常的厲害 黑甘仔茶醬油為什麼炭籍沒人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一瓶醬油居然能夠做到千億的市值 好 這家公司叫海天衛業 大家記得這個名字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在2017年的營收 大概146億人民幣 我們換算一下 你知道它一年的營收相當於台灣 跟台灣的醬油的規模 市場規模你大概怎麼個換算法 你知道嗎 就是它一個月的營收 它一個月的營收等於台灣一年 等於整個醬油市場的規模 所以它每個小時的裝填的醬油瓶 4.6萬瓶 所以一天它可以裝150萬瓶 超過百萬瓶的醬油 它現在據說已經號稱是全世界最大的醬油 要跟日本的龜甲腕拼世界第一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家公司有很多的數據 是非常非常令人覺得有趣 第一個 它的毛利率 它的毛利率最高紀錄可以到47.8% 意思就是說 它跟我們的台積電是差不多 就是說它賣的醬油的毛利率 跟我們賣的晶片幾乎是差不多 那你就說這家公司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些財務數據 你看一下它的這個 2016到2018年的這個毛利率 最高的時候曾經到47% 現在還有大概45.7% 好 那我們再特別看一下 它的整個市盈率就是PE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2018年 為什麼會吸引到全中國市場注意 大家都知道2018年 大陸股市跌得亂七八糟 但是它全年到10月份的時候 它還上漲 到12月31還上漲27% 所以它是少數獲利 有獲利的公司 那我們過去認得的 中國大陸的所謂的這個白馬股 就是我們所謂這種民生消費品 然後這個高本益比的 我們有認識叫茅台對不對 茅台去年的本益比多少 25倍 騰訊大家認識嗎 陳俊是代表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的代表作 它的本益比35倍 海天多少46倍 46倍的本益比 所以讓大家都覺得 這家公司是憑什麼它有46倍 它最高紀錄在7月份 去年7月它市值最高的時候 是2000億人民幣的市值 意思是從它股票上市 它大概2014年的時候上市 到它去年達到最高峰的時候 它的市值翻了幾倍 翻了4倍 翻了4倍 那這一家公司的老闆 這個龐老闆 這家的公司的這個董事長 龐董事長 他的個人的這個身價 他大概持有三成左右的股權 他的身價到多少 139億人民幣 靠賣醬油 他幾身全中國50大富豪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賣這個醬油 到底是怎麼樣賣的 那這龐董事長 是怎麼樣來經營這個海天的 那這家醬油到底是怎麼樣來運作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公司的話 他的口袋的現金是滿滿的 聽說他賣醬油非常的有一套 所以他等於是賣出去的醬油的話 先賣出去的 還沒有賣出去之前 貨款就已經先收到 對 好 那我先跟大家來講幾個數字 這家公司2017年 營收是146億人民幣 如果你要換算成台幣 大概730億台幣左右 好 那你知道 他的營收賬款多少嗎 多少 我告訴各位 150萬人民幣 146億營收 146億 但是他可以 他只有150萬 150萬人民幣的這個營收賬款 你知道他多少天就可以做完嗎 26天 他的存貨只有26天的存貨 各位 他146億的營收 他只有26天的存貨 那你就知道他的 他幾乎他的 他等於是出來就馬上送出去了 出來就馬上送走 好 那我們來特別看一下 這個現金 現金 你看他的現金 淨現金 是全市場最高的 123 好 那我們要來講說 這個現金佔收入的比例 他佔123% 所以他意思是什麼 他是全部收現金 他完全不奢帳的 不跟你打白條的 沒有那種很多 是什麼寄放貨櫃 然後寄放在價值上面 等你賣出去三個月 然後再開三個月的票 半年以後再收到現金 不是這樣子 那各位 他為什麼有這麼高的現金 然後可以支撐整個公司 繼續往前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他一年的淨現金流 營業現金流46億人民幣 意思就是說他一年146億的營收 可以拿回來的現金 淨現 營業收入的現金 就收了46億的現金進來 這裡面非常重要一點是什麼 因為當你有這樣的規模的時候 你可以打廣告 所以他現在是全中國 最會做廣告的一家醬油公司 好 我們就來特別看一下 他的存貨周轉端數 各位你看一下 他的存貨周轉端數 別人都是同業是100多天 他只有36天 第一個 他在全中國 有50個指引點 然後同時他不但他的省級程式 省級的經營的點 他覆蓋率90% 他連現級 就從全國性的 然後到省級的 到地級的 然後到現級 他現級的現在的 整個分銷的據點 超過3萬個 你超過2 3萬個據點的時候 然後同時他還在組建了一個 2000人 1000人的銷售部隊 好 我剛才講他拼現金 他的現金夠 所以他的大概平均的 這個營銷的費用 佔他的營收比例 大概是17% 所以他的營業規模夠大 所以他有足夠的現金 一方面打廣告 另外一方面怎麼樣 給通路 所以通路商還有銷售員 就可以分到獎金 是 所以他的獎金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通路商 績銷商的話 會幫你Push 會幫你推銷這個醬油 這1000個銷售部隊 他給他獎勵 什麼給法 給你雙B的轎車 你賣的好的人 我給你雙B的轎車 我給你iPhone的手機 所以各位 靠賣醬油 賣醬料 他也可以開雙B的轎車 所以對他來講 他的業務員 不只大家可以去賣手機 賣醬油我照樣可以拿iPhone的手機 我照樣開雙B的轎車 所以讓大家業務員 很多 甚至很多小的經銷商怎麼樣 都不賣其他的東西 就只賣海天的東西 這個是讓他在全中國 能夠快速的布建出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的董事長 龐康 我們要講一下他的故事 這一家公司 你看 他2014年上市的時候 那時候的市值 大概500億人民幣 現在我們講去年最高的時候 到2000億 四倍 而且很厲害 他不只是他一個人賺到錢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員工都跟他賺錢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家所謂的中國的 改制的企業 他原來100%都是國有制 後來他在1992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改制的動作 各位你知道龐康就在改制的時候 他拿自己的錢去認公司的股票 可是那時候改制的時候 沒有人敢做 對 沒有人敢做 沒有人敢認對不對 你知道他投資 他投資多少錢嗎 投資多少 50萬人民幣 50萬人民幣滾到現在變139億人民幣 139億 超過3萬倍的這個獲利 意思就是說我把我的身家性命 就堵在這家公司上面 我把我所有的現金就拿來 當政府願意把工 這個所謂的國有企業 把這個股權放出來的時候 他第一個帶頭認 他不只他帶頭認 他手下總共海天企業在他上市的時候 他有58個自然人股東 其中55個人 因為股票上市之後 馬上變成億萬富翁 每一個人身價全部上億 意思是什麼 跟著他的這批老員工 你們跟著我一起認股票 我們就全部都變富翁 這家公司現在就變成中國的 在2018年最傳奇的一家企業 海天這家公司的話 其實在中國大陸 非常的一個具有代表性 他所謂在的一個地方叫做佛山 佛山這個地方 其實開了很多很多的醬料園 這個方圓素食裡 大家知道中國大陸很多這種 就是什麼之鄉 佛山這個地方 可能就是醬料之鄉 所以家家戶戶全部都在做醬料 那麼多麼多的醬料工廠 那怎麼辦呢 好 他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全部收過來 整幣 佛山市政府就做老大哥 就把這些醬料工廠全部把它整併出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海天的歷史 海天這個就是你講的這個古醬園 這個古醬園本來在佛山這個地方 有多少家 有40家 那在大概1955年的時候 1955年的時候他們怎麼做 他們就把其中的25家古醬園 那這個古醬園有多古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從什麼 從乾隆時代就有的 所以佛山地區開始生產醬油的歷史 追溯到乾隆時期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有300年的歷史 好 那大家就好奇 為什麼是佛山 其實佛山跟台灣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什麼都共同的地方叫北迴歸線 他是北迴歸線有過的 所以你看看佛山可以創造出 這一個全中國一等一的企業 台灣可不可以 台灣也有機會 嘉義有機會 對 花庭也有機會 西羅 雲林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雲林縣長打打氣 你好好做的話搞不好也有機會 佛山因為北迴歸線經過 所以他一年的日照天數300天 因為有太陽日照可以怎麼樣 發酵 因為他做的這些醬油 他必須要經過曝曬 然後讓他去發酵 所以他的整個空氣 還有這個溫度 濕熱 所以造就了佛山地理環境 很容易做醬油 做醬油特別好 這個龐康就是在這個關鍵下 他是大概1982年的時候 加入了這個海天 他大學畢業被派進去工廠 當副廠長開始一路做起 做這個海天醬油 從一個原來是100% 全部是世俗的企業 等於是佛山市下面的一個資產 後來在1992年的時候 他們就要做股改 他們就把70%的股權怎麼樣 拿出來讓大家認 就股份化了 股份化 30%繼續政府只有 70%交給這些幹部 誰第一個帶頭認 龐康帶頭認 所以這一家公司到最後能夠成功 其實跟龐康有極大的關係 龐康用什麼樣的邏輯 來營運這家公司 他認為第一個最重要 規模 規模一定要夠大 所以他在2008年的時候 就開始把公司賺到的錢 全部投進來去創造 把他的生產線規模拉大 他投資的金額到多大 他投資了大概30億人民幣 去擴廠 30億人民幣是什麼 150億台幣 一個醬油廠 他要搞150億的生產線下去 你就知道他其實是拚了命去做 所以你看一下 整個他在中國市場的 這個市場的佔有率 他是15.58% 他已經做成這樣子只佔了15% 對 所以等於是說 他未來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還有很多的品牌 還有其他的同業 他要把其他同業幹掉的話 他的市場份額還更大 對 更厲害的是什麼 他不只做中國市場 因為做中國市場沒什麼息息 大家都會做中國市場 因為中國的這麼多企業 包括我們認識的李錦濟這些 都在做 李錦濟也沒有上市 好 我跟你講他更厲害是怎麼樣 他做到美國 他做到全世界 所以他開始進軍美國市場 他找了一個北方食品公司 幫他做代理 這個做外銷市場跟在國內市場又不太一樣 中國國內市場不需要經過太複雜的檢驗 可是你要進美國市場必須要兩個東西的檢驗 第一個 中國的中央政府的衛生機關要先檢驗你 你出口的產品每一個都要過他的檢驗 因為怕你出去丟臉 第二個進到美國以後 他還要經過FDA的核准 對 美國要核准 所以他在全中國有200項的產品 但是他只挑了20樣送到美國 打進北美市場 所以你今天在美洲買到的超市 唐人街買到超市的海天的醬油 全部都是經過這兩個關卡篩選過的 他現在是北美的龍頭 一樣在美國是市場第一名 所以你知道就是說 這家公司他現在已經不是打中國的戰爭 他打的是世界級的戰爭 這家公司他現在是著名的 這家公司他現在已經不是打工工 他打 Rings 現在的那個龍頭 우리這家公司你先登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